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weektalk 本期视频想给大家复盘云总结一下 在刚过去的一个周末 整个加密市场有哪些大事发生 周末对于整个加密市场的小伙伴来说是相当难熬的 尤其是周日 我们也算是来到了一天黑色星期日 昨天整个市场出现了一波大暴跌 首先来看一下比特币从大概64,000左右开始跌 最低也是跌到了57,000 这个跌幅也是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过了 那么以太坊比比特币跌得更惨 也可谓是飞流直下3000尺 最低来到了2630 虽然目前整个市场的大盘有所回升 但比特币跟以太坊依然走得很弱 包括昨天BNB也是来到了486 索拉纳甚至差点跌破130 走势都非常拉胯 整个山寨币方面 昨天也是基本上普跌15% 所以整个加密市场真的周末死了 不知道多少人 你通过这个合约的爆仓也能看到 那么这个合约的爆仓应该也是又创下了最近三个月以来的一个新高 同时周五的时候 整个比特币现货ETF的净流出 也可以说是从大概五月份开始 近三个月以来最多的一天 所以市场真的高度不确定 而且周五的时候美股出现了大跌 所以或许今天周一整个市场可能还会持续往下走低 包括我们也在昨天看到了一些关于战争的消息 中东那边可能还会打起来 所以不知道后面的走势到底如何 我也看到了另外海外博主去总结了五个市场下跌的一些可能原因 我也会跟大家去来进行一下分享 别的一些赛道方面 包括之前很火热的meme token也是跌的疯狂难受 包括整个比特币生态 那么也是持续往下走低 所以周末整个市场就是跌跌不休 那么我也想跟大家仔细的来分享一下 市场后续还有没有一些希望 以及跟大家去来充值一下自己的一些信心 还有包括后面我们可能还会面临了哪些的一些风险 就注意本期视频的速度内容 就为个人件分享 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 区块链和数字货位投资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 请点赞关注本频道 大家点赞你关注 就是我建设下雨的最大动力 周末整个加密市场可谓是出现了一波快速的下跌 那么尤其是在周日的时候 整个市场跌的也可谓是非常非常惨 我们来看一下周日到底跌了多少 那么比特币从大概六万二左右开始跌 最低跌到了五万七 那么单日内的下跌也是将近五千美金 那么我个人觉得这好像是美股上线比特币现货ETF以来 比特币在周末单日跌的最多的一天 所以整个走势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受 虽然目前我们看到凌晨有了一波反弹 但整个的反弹的力度还是相当有限的 依然还是没有冲破六万 所以整体的一个走势依然还是高度不确定 昨天以太坊跌的就更是难受了 最低都来到两千六百多 那么都算是破了 今年以来的一个相对低值了 那么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相关链上的数据 就Jump其实一直都在卖 包括你如果通过ARCOM来看他们的数据的话 你也能看到昨天Jump也一直在把整个以太坊存入币安这些交易所里面 所以个人觉得昨天以太坊上面应该是有一些大事发生的 就是肯定是有庄家开始扔盘 然后一些散户开始跟着卖的 因为昨天以太坊的这个跌幅简直太快了 你看到从两千九来到两千六 这个时间其实很短 用了大概不到15分钟的时间 所以确实昨天以太坊的这个加速下跌有点让人害怕 包括昨天比特币也是飞流直下三千尺 所以昨天真的没有任何的代币可以就是独善其身 虽然我们看到目前索拉纳的反弹很快 基本上走出了一个微反价格 但实际上整个索拉纳的一个价格也是在周日跌去了不少的 毕竟我们看到也是从150左右开始跌的 BNB方面也是 你看到BNB从530左右最低跌到了486 那么也是出现了不小的一些下跌 各种山寨币就更不用说了 目前市场的一个总体趋势就是大兵以太基本上昨天跌了不到10% 但是山寨币基本上也算是跌回了这波牛市的一个起点了 所以真的这波谁拿山寨神之的直接被割嘛 所以我说了还是要把重点的一些仓位聚招到一些主流币上面 虽然主流币今天也跌 但基本上主流币的一个跌幅大概就是10%以内 但确实昨天整个合约真的是惨多了 你看到到底爆仓了多少的多单将近有三个亿美金 这个数据也是很恐怖的 然后我记得我在周五的时候有跟各位看了一下热力图 周五时候的数据是在大概66000左右是有强清算的 目前我们看到整个强清算的一个数据是大概在61500美金左右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市场能够往上走高的话 那或许会先破一下61000 但实际上目前市场的消息面上可谓是风声鹤唳 比如说我们能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点 就是周五的时候美股出现了大跌 那么我也在周六的那期日报中跟大家去来分享了 英特尔单日内跌了将近30% 整体的美股纳斯达克甚至一度将近要熔断的一个趋势 而且从比特币相互ETF上面来看 那么周五的时候 比特币相互ETF创造了最近三个月以来的一个流出的最高值 所以真的美股稳不住 那么整个加密市场反而也是出现同样稳不住的一些状态 那么以太坊就是一直出现下跌 目前已经将近净流入了有5亿多美金了 所以整体的ETF的一个情况也是不容乐观 而且今天周一或许美股还会持续下跌 而且我看到了好多消息面 大家好像都在觉得周一的时候是美股的一个黑色星期一 可能整个的美股也会出现持续的这种下跌 包括我也看到了一些分析师说 如果说情况比较恐怖的话 美股可能也会出现熔断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消息面第一个点就是来自于整个美股的一些不确定消息 那么第二点则来自于关于战争一点 虽然今天有点搞笑啊 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五角大楼披萨指数 包括陈建老师也是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什么是五角大楼披萨指数 但我们也能听到就是无论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主流媒体 亦或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自媒体博主发的一点 好像这边中东又要开始打仗 包括我在英国 我也在整个周六周日看到了非常多起的一些游行 所以感觉战争的这个消息或许会开始 好像是伊朗跟以色列又要进行开打 所以我们看到之前也是战争只要打响 我们的加密市场的这个账户就会受到空袭 所以这一点也是大家得去关注起来的 然后今天我也看到这写了五个重要的原因 来去跟大家讲一下到底市场出现了为什么这样的大跌 第一点就是我说的整个宏观层面 对吧 就是周五的时候整个宏观走的很差 包括整个美国国债方面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脱钩等等一些情况 所以这一点 然后第二个就是Jump一直在卖 那么我也看到于靳老师也有去来分享 就是Jump一直都在进行卖 那么从7月25号9天以内已经进行了这个换回 然后有6.6万枚已经进入了这个交易所 包括我也说了灰度也是一直在卖 但其实我觉得这些的中心化的这种交易机构 包括说这些做事商他们的这个出售并不一定是真的卖了 而是有可能只是来去做一些消息层面的点 包括也有可能Jump真的是在市场上开了很多的空单 所以专门利用这样的消息来去进行操作 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么ETF的流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包括一些政治方面的原因 对吧 你会看到这两个人包括川普跟哈里斯之间想要去竞争整个总统之位 虽然我觉得哈里斯对于加密也是比较积极乐观的 但毕竟川普已经是疯狂力挺了 所以我觉得在当下的点 如果说川普的支持率持续下降的话 那可能也对加密市场不是一个好事 那基本上别的也就没了吧 第五点是中东原因 然后是关于门头沟的一些分配 这几个原因也是我刚才都所提到的 所以我说了 目前真的从消息层面来看 整个加密市场可谓是风声鹤唳 个人觉得周一整个市场可能也会真的随着美股开始这样的一个下跌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Jump真的是一直在卖 虽然我个人是非常不相信这些所谓的机构给出的一些名牌的 包括我们之前也看到在有人传USDT出事的时候 也有一家投资机构 为了把USDT换成USDC 不惜损失60万美金 所以其实这样的机构放出这样的讯息 个人觉得都是烟幕弹或者是草台班子 倒不用去刻意的想说他们什么知道一些内幕消息 他们什么样的强不好 如果他们真的知道内幕消息的话 SBF就不会进去 如果他们真的特别厉害 比我们都高很多的智商等级的话 那么三件资本就不会爆雷 整个Luna Terra体系现在还在跑 所以我觉得加密市场 大家依然都是草台班子 不用因为这些所谓的头部作者商 头部的加密基金做了某些操作 而去过于的担心 市场目前的消息面就是风声鹤唳 无论是美股方面的宏观消息 亦或是战争方面的这点 对于加密市场来说 短期内我觉得都是非常痛苦的点 但其实我也说了 暴跌的时候全是利空 暴涨的时候全是利好 所以消息面的参考没有太多意义 所以我们要抽丝拨点 去找到市场最为核心的一点 从数据方面来看 最近一段时间 加密市场确实走得非常拉胯 无论是现货的流入 亦或是整体的交易量 都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些下降的 包括我们也看到 各种各样的一些山寨币 真的是一个比一个比惨 包括边安上线的一些标理等等 都是走得很烂很烂 所以目前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就是加密市场在最近 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熊市 而且我个人也分享一个我的指标 那么就是我的频道 关注者的一个指标 虽然大家可能不太关注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个人频道的月新增 也就是从大概7月份到8月份 这一个月的新增 已经来到了自去年10月份以来的一个新低值 那么去年9月份是最熊的 而去年10月份是在月底 整个市场开始启动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 目前的市场 基本上通过我的个人的订阅者的新增的指数来看 已经真的是进入到了熊市的节奏中 但是我个人觉得不用担忧 首先美国降息就在眼前 那么宏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好的事情 如果你要看整个比特币 对吧 减半周期已经结束 等等等等 后续可能也会持续的推进 而且我觉得后面我们看到 cd也会出狱 这也算是一个利好的一些资讯 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 整个加密市场应该还是在 今年的下半年有所玩的 不然的话整个牛市结束 大家真的彻底积极都回家玩去吧 所以目前的一个市场 真的就是不是由任何消息面所去决定的 如果说我在这里跟你空谈 对于市场有什么样的一些信仰 以及说你应该对于比特币 怎么怎么样 越跌越美等等 那肯定是不负责任的 个人的感觉依然是觉得加密市场在接下来会有一些机会的 今天你看到整个加密市场已经逐步的在被主流接受了 我们也看见美国总统大选 特朗普都去比特币大会上演讲 所以呢 这样的一些资讯也都向大家透露 整个加密市场其实正在走向主流 所以在当下的一个情况下 我个人会觉得 虽然目前我们周围的所有的消息全部都是风声鹤唳 全部都是利空 但是只要有一根阳线出来 整个市场又会牛回速归 但我也必须要承认的一点就是 目前的加密市场真的是高度被操控的 那么这一点其实有点让人觉得无法接受 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周五的那波大跌 就是周五的时候最大的清算是在62,000 整个加密市场目前的建仓已经不再通过现货市场来做了 最大的建仓其实是发生在期权市场上 而期权市场往往会强跑于整个的这种现货市场 所以真的目前的加密市场就是在被一个庄家所去操纵 那么这个庄家真的是在利用各种消息面去疯狂的砸盘 所以这一点是我个人觉得真的非常说不好的 因为你明显能看到加密市场被操纵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痕迹 但是你对此却无能为力 那么对于后续怎么走 我个人更加倾向于庄家一定会把这个市场拉起来 因为如果你在现在就选择砸盘走路 这个庄家的操纵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么多 以及说了那么一大堆最核心最核心的 依然还是通过以前的一些投资品被庄家操控的一些路径跟逻辑 以及说目前整个加密市场的一个总体市值还是不够大 所以如果想要吸引更多的人去玩 或者是这个操纵比特币和加密市场的庄家 他想要赚更多钱 就一定要在当下去收获 然后在后续把整个市场推向更大 市值推向更高 他才能够赚到足够多的钱 不然的话他进行这样的操作是真的没有太大的这种意义的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上线 币安的一些launchable的项目 持续在跌等等 这些其实也都是这种纯抢装币 他再跌的时候 那么各种各样的一些庄家也好 座纸商也好 其实早就在整个空单上去进行了一些合约的一些东西 对吧就是如果说跌了 他们可以收到更多的筹码 如果说涨了 他们可以去卖出更多的优 所以都是这样子 那么对于比特币和加密市场来说 其本质也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高度被操控的市场 我个人是觉得越是这样被操控 那越在后面就会有一些机会 因为如果你操纵这个市场 不把它往上涨 反而把它往下跌 尤其是在目前整个这个市场 还不是特别主流的情况下 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因为你如果说在整个加密市场里想要赚到更多的钱 尤其是像华尔街这种资本能看上的钱 其实也就只有比特币这一个标的 但其实这个标的目前的市值 对吧 也就是这些 那这个市值也是真的不多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对吧 1万多亿美金 而且还2100万流通盘又不多 那么进行更多的一些下杂的操作 也是没什么太大意义 所以我觉得站在整个赚钱的角度 短暂的这种下跌是正常的 我建议各位就是稳住 而且从目前市场以及说社区的情绪里面 也能非常清楚的看到 最近几天真的是开始恐慌了 恐慌反而是好事 如果所有人都坚信Q4季度一定会有牛市到来 那这个牛市大概率就不会到来 只有大家都绝望都觉得没有戏了 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概念 或者是这个市场可能真的没什么人玩了 那么这个时候一根阳线就会长起来了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也可以去回忆一下 去年10月底的时候 到底市场是怎么长起来的 我非常清晰的记得 那天的市场就是莫名其妙的 一根阳线出来 那真的是千金万马来相见 然后11月4号的时候 BN开始宣布进行Launch 2 12月的时候就进入到了一波 山寨记明文的这种牛市 所以加密市场的整体节奏是非常快的 最核心的是 请你一定不要去乱操纵合约 而是一定要去抓住自己手中的筹码 无论明天的市场怎么样 请你自己一定要保证在这个市场中活下来 只要在这个市场中活下来 就有看到牛市有赚到大钱的一天 所以你一定要去坚信 在这个市场中活得久 永远比你短期赚得多 有意义 也是更有用的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那么还是坚信 希望各位 无论周一怎么样 市场是否大跌 都一定还是要坚持的 在这个市场中活下来 拿住你手中的筹码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你有更多想说的想要 欢迎在评论球员或者是点赞观众本频道 最后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